本以为深圳下台就能设下停损点 没想到梦想家争议 又因为陈文切一句话上演翻外篇 接受节目专访 陈文切把府院决策过程公开谈 更爆料梦想家两天烧钱2.15亿 马总统吴敦一早知情 过去陈文切为马总统辩护 没想到这次为了挺好有声之人 上节目大爆料 突如其来这一招 让府院高层再度启动危机处理机制 老实讲 两个晚上的演出 花了两亿 我也很惊讶 吴敦一才说梦想家花两亿 他也很惊讶 如今被爆料 府院可能都知情 这笔账谁要负责 肯定不是深圳人下台就能了结 三天讯会 黄宝东讯会好 台北报道